大家好 我們來看今天的 趙孟甫每日一致 上 不要開題的上呢 就是一個屎 兩個口 下面類似一個一部這樣子 那當然 這個口不要寫太大 一部呢 佔絕大部分的空間 這樣比較一個 挺拔的感覺 那我們呢 來稍微先介紹 張孟甫 它上面大概是 這邊的一個 那個 醒術的結構 口變成兩點 那底下這一部 把它寫成一個網 當然還有更複雜的 還有兩撇 但是要記錄 這是另外一個系統 那我們先把這個 一般常看到的這個系統 把它介紹完 再回頭來講它的 那稍微帶一點形書呢 我們這一個 長那 變成一個長點 那 我還是寫的 比較卡一點點 變成一個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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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更輕鬆一點 就是 這兩個 口 開始有一些 就是 比較 省略的一些法 那蠻有趣的 就是 不是一次 兩個都變 先左邊沒有變 右邊變 這樣 好 然後這裡更 連貫一點 好 然後注意 當然你要左邊變 右邊不變 所以 理論上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看到的是 這個樣子 再來 如果兩邊都變的話 會 有一個問題 比如說 變成兩點的話 好 然後要注意喔 這兩點 一定要橫的 不能上下 橫的才行 上下呢 就變成球 那個 信 信是那個球 所以這是一個 橫的兩點 好 然後呢 可以再省略 變成 三點 反正 口嘛 一二三 三點過去 這樣 一二三 注意 這 演化過程 那 假設未來有 類似這樣 口的 大概就是 同樣的模式 所以 可以記一記 好 那我們又說 這個橫畫書畫 有時候 不一定是要 左而右 有時候是頂倒 繞 也可以 然後呢 這更省略 三點變成兩點 底下呢 也更省略 這一步 本來就可以 這撇 那 點 可以變成一個點而已 所以 最省略的形式 大概就這樣了 這樣 這是草書的寫法了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說 剛剛講說 趙孟虎這個系統 也是有的 好 但是我們先寫 凱一點點 好 凱 好 有幾種 好 比他還凱的 可以 插得到 是這樣分開寫的 好 這種 很少 很少很少看到 非常少 但是我覺得 還是認識一下 不然 再 看到 不知道它是什麼 字啦 當然 稍微比較省略一點 就像 類似招夢福 他的一個 這樣 橫畫就好了 橫畫就好了 好 平拉不要 然後底下也是一個 王 這種 就比較常看到 好 再來我們就來看 趙孟虎的 行書寫法 他這個寫法 好 他用筆稍微 重一點點 然後左右 兩點 一個橫畫 再一個 王 好 這樣子 然後呢 前面 我們說 草書呢 最後的 草書寫法 我們也把它 帶進來看看 好 是這樣 然後增加一些 動感 流動性 然後王 有的 這邊會變成一個 勾 寫大一點 好 大概是這樣 大家留意一下